统筹富佑福利政策和服务 陶渊市政府成立全国首创的富佑发展局 首要任务将推动好运专车政策 提供预产其后六个月内的妇女 前往医院或是进行产后心理资商时 搭乘计程车向有补助 113年刚开始 陶渊市政府各项新政策陆续上路 其中新成立的富佑发展局首要任务 就是要推动好运专车尽快实施 陶渊市继承车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这个产前或产后的这些妇女朋友 要到医院去或是说这心理资商的时候 做计程车给他这个基本上是一定的免费而度 讲起来简单怎么做 付钱他到底要不要付钱 后来再补给他还是记账还是怎么样 技术上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陶渊市长善政在市政会议时表示 由于陶渊市计程车悠有卡装置普及度不足 因此目前规划 正时以值本申请的方式办理补助 正在和业者协调付费途径 张善政表示现阶段优先增加 计程车悠有卡装置的普及率 我们最近很快的我们会提供 跟优渊卡公司合作 市府跟优渊卡公司合作 我们会很快的提供1000台读卡机 给我们的这个车队来使用 可以把这个洞补起来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推 用市民卡来刷计程车费 就可以选主要区称 像这个也是我们政策里面很好 可是实施的时候 如果说有些实施上的技术上的 关卡人还算能力去解决 市长张善政上任以来 推动多项富佑政策 包括动卵补助 产后忧郁心理资商等 今年更成立全国首创的富佑发展局 接下来好运专车即将上路 目标让桃园成为富佑友善城市